天哪天哪 嚣张跋扈的三公主宁燕居然被大傻一见完念了 一刻钟前 大傻随着浪爷和宁燕来到了长公主宁杰的隐居地 而大傻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师父的嘱咐 与宁杰的徒弟也就是宁燕来一场比试 原来这是钟楚客在受了大傻这个绝顶天才后 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 写信跟所有认识的顶尖高手炫耀了一番自然也包括了宁杰 此刻宁杰看着眼前的大哥子问道 大傻你跟你师父都学会什么了 大傻憨憨地回道 啥都没学会 宁杰先是一愣随后看向宁燕 宁燕你待会比试时切记手下留情不要伤了他知道吗 宁燕听后表面认真的点了头 实则内心兴奋的一批 我宁燕自幼天赋过人又习武十八载 你这个才刚入门的大傻哥连武功都不会还想跟我比试 看我待会如何用一只手来羞辱你 很快两人便来到了教场准备比武 可这时大傻却是一脸迷茫地拿着剑看向神浪问道 二傻接下来我该怎么打呀 我师父没教过我呀 浪爷整个人都不好了 钟楚客你这个不靠谱的大宗师 你到底是让大傻来比武的还是来出球的呀 然而宁燕可不管那么多提起长剑就朝大傻冲了过去 怎知面对如此快的速度大傻先是一愣 随后笨拙地举起了重剑 下意识地挡住了宁燕的攻击并将其直接击飞了出去 这一举动让还在半空中的宁燕惊呆了 浪爷和宁杰也震惊了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在空中旋转四周半的宁燕在站稳后依旧久久无法回过神 这个大傻哥刚才做了什么 他不是什么都没学过什么都不会吗 不 刚才一定是我大意了 这次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想到这里宁燕直接拿出全部实力提剑再次朝着大傻冲杀而去 然而大傻依旧轻松将他先飞了出去 这对一向争强好胜的宁燕公主来说 可是典型的杀伤力不大侮辱性极强啊 气急败坏的宁燕此刻满眼含泪爬起身第三次朝着大傻冲去 然而随着枪的一声脆响 宁燕再次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手中长剑也只剩下了剑柄掉落在地 宁燕彻底绝望了 这可是莫大的耻辱啊 自己苦练十几年居然打不过一个刚入基础还啥都不会的傻子啊 越想越气的宁燕直接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指着大傻开骂起来 你这个傻大哥明明这么厉害为什么扮猪吃老虎戏耍本公主 而宁杰则没有理会这个大傻牛直接走过去问道 大傻 你跟随钟储克这半年多的时间都干嘛了 大傻闷闷地回道 每天师傅就是打我 打了一天后到了晚上还把我按在锅里煮 煮的时候身上好痛好痛的 师傅边煮边哭说攒了十几年的东西全都没了 宁杰听后顿时明白了一切 宁燕见状也赶忙跑来问姑姑究竟是怎么回事 宁杰解释道 钟储克知道以大傻的智商让他看秘籍根本就没用 所以他就每天打大傻 其目的就是为了训练大傻的反应和速度让他学会的 至于修炼 大傻是天生的黄金血脉 根本就不用修炼自己的力量和元气就会蹭蹭往上涨 但他并不会使用元气导致无法施展 所以钟储克就只能把自己攒了十几年的药材 拿了出来给大傻做药育炮主来激发他体内的力量了 宁燕听后也大吃一惊 这不就是说明自己其实还是很厉害的 只不过是大傻天资太变态了 那这种变态的出现岂不是对其他练武人很不公平吗 宁杰没有说话但却点点头表示了认可 这时宁燕指着大傻吼道 傻大哥你以后离我远点 不然我就把你头砍下来当球踢 大傻听到宁燕的话缩了缩脖子 直接躲到了亭柱后面 神浪无语地看着他 大傻呀大傻 就你这怂样就算变成天下第一高手也没什么用啊 这时宁杰将大傻喊了过来 并从自己脖子上取下了一个项圈 看了看他的体型而后将项圈带到了他的手腕上 并且在三叮嘱他千万不能将此物弄丢了 宁燕看着这个项圈眼神中露出了羡慕之色 这可是先王送给姑姑的 没想到姑姑竟这么大方地送给这个傻大哥了 浪爷却看出了宁杰的心意 他这是要告知天下 大傻是他长公主罩着的谁也不能动他呀 夜晚降临 宁燕公主邀请了大雁帝国大使云孟泽和浪爷几人一同吃饭 饭桌上宁燕敷衍了事地介绍了三人认识 但古灵精怪的他在介绍浪爷是格外加重了他是自己兄弟 而在介绍云孟泽的时候则用的是帝国垃圾 云孟泽倒是无所谓宁燕的称呼 此刻他只在心里不住地吐槽 明明是你这女人组的饭局为什么负账的却是自己啊 在介绍完后浪爷和云孟泽同时起身虚假地克道起来 这两人彼此见面的第一感觉就是 卧槽 竟然有能和自己媲美的美男子 绝对不行 必须弄死 然而下一秒这种敌意便在两人之间消失了 一股熟悉的气息充斥在两人中间 没错 就是渣男的气息 此刻双方只觉得相见恨晚了